大家好 我是台銅的張道昂醫師 這是我們的第六本書 台銅的共筆 小兔兒要長大 純熱烈療癒手冊 正式出版哦 好啊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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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本書能夠出版 我要特別謝謝純熱烈點兒門診的幾位醫師 神過警醫師 李文具醫師 還有養子醫師 阿什衛天啊啊啊啊啊啊啊 小兔兒要長大 純熱烈療癒手冊 李醫師 你是這個門診主要的負責人 談談你的感想 就是在胎兒異常中 其實 群惡劣並不是少見的異常 它的發生率大概有700到1% 我們在2017年成立胎兒的 群惡劣聯合門診 我們在產前診斷跟產後諮詢 都累積了不少經驗 那我們希望這些經驗可以集結成一本書 讓更多第一線醫療人員跟家屬可以做個參考 好 李醫師 你這個方面有非常多的經驗 也是我們把你引請來的原因 談談你的想法 其實產前唇惡劣 依照它裂的部位跟程度 在超音波上面可以分手很多的類型 所以我們在做胎兒超音波的時候 我們就要由外到內 從嘴唇 牙槽 軟餓 硬餓 一直到懸泳嘴 全部都要仔細看過 才能夠做一個比較精確的一些診斷 好 李醫師 那診斷的時候會遇到什麼樣的困難 比如說像寶寶趴著 把手臂擋在臉上 或整個臉貼在子宮壁上 就很不容易看清楚 還有要等小朋友吞口水 吞口水 沒錯 我就是為了讓我們可以看到最深層的軟餓到底能夠裂症 你們曾經等過多久 最長應該是一整天吧 從早到晚 怕死啦 還好是你跟的 除了產前診斷 在產後治療的部分 我們也很榮幸有機會跟程康典醫師合作 陳醫師是臺灣醇惡劣治療的第一人 也是這本書的靈魂人物 我們來請陳醫師談談這本書的內容 那這幾年我在臺灣醇惡劣門診有個體會 如果以單純的醇惡劣的個案來看 父母在經過完整的產後治療的諮詢之後 其實留下寶寶的醫院很高 那第二點呢 是我們在諮詢的時候 其實對於醇惡劣的結構或治療概念 其實很難讓家屬去理解 所以我們希望製作一本手冊 加上醇惡劣的各種分型以及相應的療程 用圖文相符的方式一一說明 作為第一線 衛教人員和家屬 理解與溝通的輔助工具 那請教陳醫師 那寶寶出生後大概需要經過幾次的手術 其實以最嚴重的第三型的雙策列來說 也只有三次必要的手術 就唇修復 惡修復 牙巢修復 而且這三次手術呢 都有健保補助 相關的療程以及常見的問題呢 在這本書裡面 都有做詳盡的說明 既然大家出版了這麼實用的書 為了能夠幫助到更多的醫生和病家 所以我們也把這本書寄給全台的副長的醫生 如果需要進一步的協助 也歡迎你們洽詢我們的團隊 再次謝謝陳醫師 醫師 還有楊醫師 大家記得按讚 訂閱或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 按讚 ailed battle 請訂閱 那oret 還好 妹 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